嘩 不知道有好好去做實在嗎 哇塞 我覺得是有進來了一個 一個願氣很足的地方媽媽耶 這不是美鳳嗎 是啊 大家好 我就是美鳳啊 哎呀我們今天真的歡迎我們的美鳳 我的十幾年的好朋友 佩妮曾佩妮來到現場 謝謝 然後呢 妳來了妳看我們現場 我們有好酒招待 天吶 這個真的美鳳現在真的超需要喝一杯的耶 就是說這個地方媽媽 所以很多苦悶 然後就需要有一些出口 當然啊 不然怎麼會罵老公罵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妳罵老公罵小孩臉書泡 連那個苗可麗 可麗節都給妳黑肉才有錢 謝謝謝謝 妳的台語很冷凍耶 對啊很冷凍啊 因為要感謝我媽 因為小時候在家裡 媽媽就不一定說 回家裡就是要說台語 不可以說台語 妳在頭上已經說國語說幾天了 我覺得她剛講的那一段 已經是美鳳上升了 現場全部一片寂寞 因為我真的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我小時候就有說 因為我們這一代 就是已經都很習慣 在學校整天都講國語 然後回到家 因為妳真的太習慣了 然後我就是很記得 我常常被我媽唸說 怎麼還說公義 待會去就是要說台語這樣子 所以我可以引申為 美鳳那個角色的原型 有一點點是真媽媽嗎 我覺得一定多多少少都有一點啊 對啊 而且因為我爸媽其實就是還蠻會吵架的啦 所以這個在你這個有些reference 對 然後而且其實我媽的那個吵架 就是我覺得還蠻威的 所以其實那個美鳳有一些 就是會取材自我媽這樣 然後再加上就是從小就真的是 我們其實看很多影視作品裡面啊 然後或是真的是我們生活周遭 真的還蠻多這樣子 像美鳳這樣子 很有血有肉存在的女性角色 在我們的身邊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非常感謝真媽媽 由於妳的存在 讓我們所有的戲名 能夠感受到這麼活靈活現的美鳳 對 但妳就是除了 媽媽可能是個原始的 妳的台語真的就另一等了 這是跟妳這個大學留學加拿大 是有很大的反差 對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練啊 因為平常我覺得會講 因為譬如說像我 你孔可 自己來齁 對 譬如說我媽一打電話來啊 然後或是我回家 就會自動切換成台語人模式 像有一次我在我朋友車上 就突然我媽打電話來 然後我說違安壯 就全車人就開始哄堂大笑 然後我就這樣又這麼好笑 因為大家沒有聽過我講台語這樣 好 所有觀眾朋友 其實我認識曾沛瑜大概是13、14年 他以前是都會時尚女 你們不要以為他只是拿著國產在家罵人 所以我們今天 怎麼就說以前是都會時尚女 現在呢 欸 來來來來來 哇塞 我們的同事非常的貼心 好不好 我們所有說的這個內容 都是有所本的 這個就是當年十幾年的時候 我還在當記者第一次幫妳寫的新聞 我非常記得就是那時候 就一襲紅色的這個洋裝 多麼亮麗的一面走來 哇塞這個 我整個整個的造型真的好兩千年喔 細眉啊 然後長髮 就是那個安世奈美會最紅的那個年代有沒有 現場的大家都笑翻了 對啊我自己回頭看到就哇 好有歷史性的一個畫面 我要跟你講是都會時尚 你不要會這樣那個有歷史感 好 我要這樣子拿到 欸不要不要可以被放下 你會不好意思是不是 你有沒有想過那時候是這麼漂亮的 你明星還欠著一隻拉不拉多選 然後演盲女 嗯 然後到現在可以有這麼多的演技挑戰 這這十幾年來 走過 我的心路歷程嘛 對 我的性格我很沒有辦法 一直做同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工作對我來說 簡直就是天堂 因為我 我每一次都可以拍攝不一樣的主題 然後跟不同的工作人一起合作這樣 就是非常的棒 那就是這個模特兒當了一陣子之後 我也會開始就是思考說 那就是因為你會有年華老去的問題嘛 然後我心裡想說我這個工作還能做多久 的那個時候就剛剛好 非常剛好的那個停車 就是鍾夢宏導演 停車你在裡面有這個爆炸性的突出演技 嗯 蠻爆炸的 對啊就是其實我真的覺得停車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奇特的經驗 因為他我不覺得我有在表演 然後我就這樣子有點迷迷糊糊的 然後好像在跟大家 每天都去現場跟大家玩 然後聊天 然後就把這個作品完成 然後完成之後 欸好像演的還 就是大家對我的評價就還蠻好這樣 然後也是因為一次非常好的經驗之後 我就覺得 天啊這演戲真的太好玩了 而且透過每一個角色 你都可以進入到那個生命當中 就剛好符合你的性格 可以挑戰很多元的人生